好像黨內蠻多人反彈 哎呦 都還沒決定的事啊 在被問到日前PO出的N加1計畫 要擴大2026年議員提名 既有席次上再加一席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改口還沒決定 但前幕僚爆料 民眾黨內已經罵聲一片 我給你保證14個議員 氣得要死 絕對是14比0 14票反對 0票贊成 柯文哲魅力 沒辦法轉移給這些小機 從過去幾次選舉當中就看得出來 透露黨內14席議員舉雙手反對 臺中地方小機話也說得不客氣 我有跟黨中央也有來反應 絕對不行 吃快都看我 更有不少人想起2022年 市議員選舉中 民眾黨在士林北投區提了兩席 超級西票機學姐黃靜寅 對決正二代陳思宇 結果票源分散 只上一席掩釀內鬥疑雲 陳思宇沒回應 黃靜寅也喊不公平 上一次的選舉選完之後 有各式各樣的聲音 對於我的這個得票的批評 或者是對於我在士林北投 拿下這個票數 大家會認為不公平等等的 我覺得對我而言也不公平 小米黨內大家可能會對 提兩席會有一些既定的印象等等的 我們的這個票 到底有沒有辦法去平均分配到兩個的 或者是以後啦 有可能三個以上四個以上的議員 我覺得在黨內的協調部分 目前還沒有看到太好的發展 等一下 我要先想想看 眼看黨內炸鍋 柯文哲趕緊滅火 恩哉計畫要重新評估 2026如何拓展票源 避免持續內耗 民眾黨還要再想想 三立新聞 黃澄門讓我們去英特報道